HELLO 大家好,我是KF 今次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这是我用来做Demonstration 一个Sales Kit的例子 可能我们有机会出去见客 见客讲解一些Product、Service 我们希望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印刺一下 但当时我们很难 客户会即时买 或者即时设计 其实是很难的 怎样呢? 其实你多数都需要留下这资料给你 好了,今次留下这个 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Page不只是讲解 Product或者Service的Loan 其实它还有一个Special Offer 所以它为什么是Special Offer呢? 因为有一个Package Web Hosting plus Domain Name 同一价钱就不需要付钱了 这是一个Special Offer 所以谈完之后 我放下这个Page给它 或者是另一个Service 也是有一个很便宜的 两个半年才没按一个月做 所以它说 好吧,你给我参考一下 那怎么做呢? 我会把它拉到最底 这里有一个蓝 我打开出来按它 我会跟客人说一下 这个Page是Scan 它拿到手机去Scan 这就是第一步的过程 于是我们的会面可能结束了 结束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它有没有做事呢? 其实它会看到 Scan了这个Page之后 它就看到另外一页 其实是同一页 但它所看的版本 和它所看的版本 其实主要是一模一样 有少少不同的 这些不同就是 最底下是它是没有KL Code 是我们自己 在Login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 KL Code 是我们自己的工具 那客人就不需要给它看的了 但它也会拿到Page 那为什么它拿到Page 原因就是 当它真的有进去看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Web site里面 或者在Page的System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收集一些 叫做Analytics的数据 那就是说 这些数据有没有人去Clear 哪个时限 哪个时限 哪个有Click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是 什么时候 下期的时分秒 建议完之后 我们可以留意 后面的数据 如果在后面 可能是多了一堆Click 那你会知道 原来在你走完之后 它就继续在研究这些 好了 那来到这里 我们再仔细一点看一看 那这个是怎么能够吸引到 直到它的Closing 那这个呢 就留下一些Special Offer的资料 有一个Service 两个Service 两个都有特价 好了 那看完之后 其实它可能都没有 Made a Decision 那看到这个Support的Table 那我按进去的时候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先在这个Page做了 做另一些呢 就是这个 尽量是说服它 其实是一些Pro and Con 这些Sending Point 说服它 就是 为什么不买呢 它每个月就这么便宜 那你现在不做 可能以后都不会做 好了 那它建议完之后 它可能还想了解清楚 那究竟怎么做呢 它是不是想联络我呢 下面有Button 这样就联络我了 Click去 好了 那来到呢 我的Profile那里 那就是说呢 当你见完客人之后呢 那你的资料 其实是留下给客人 那客人和你的contact 那如果你做Sales的话呢 那是否重要呢 对不对 好了 那来到这里呢 那你这下 再拉低一点 其实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 有你的电话了 公司名 地址 电话所有的资料 那如果你想打电话给你 其实它有个电话的icon 按进去 就 因为用手机 一按进去 就去了 他的电话的page 或者 同样地 按这个 就去了他的email 那里 可以送email 那如果是 下面呢 又有一个这样的link 那如果把它打开这个 其实呢 那是什么呢 其实是你的卡片 那他又去download了你的卡片的soft copy 去做个记录 那继续呢 再看其他的feature 那他最底下 在左手边一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QR Code 那当他如果用手机去scan 或者按住这个QR Code 如果他安装到有关系的 software 那现在的QR Code都很流行 多数都有 那他按住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就会是帮他手 就不需要打字 去进入到你的电话名 公司名 这些资料 去进入他的电话簿 他手机里面的电话簿 那便方便他去记下一些东西 好了 那这样就 如果他是 那 最后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版面 其实呢 就是在电脑上提到 因为电脑是宽的 那如果他用的 不是电脑呢 同一个link 那他不是电脑呢 那会怎样呢 那会有点很有趣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闯度 拉回窄 那这个就可能去到一个平板的闯度 那再窄点 窄点窄点窄点 那去到这个闯度 其实可能已经是一个手机的闯度 好了 首先右手边有一堆东西 有一堆东西 自己介绍 好了 现在呢 那堆东西 去到下面了 那再窄点窄点 去到某个位置呢 咦 你会发觉 连那些都没有了 那就是说 在对方的手机看呢 其实呢 就变成了 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contact 那有了 那些东西 那这个 新的design 就是一个这样的 你用了不同的feature 所组合出来的 一个新的design 多谢大家 您顺着 负面